卡坦岛 现在来介绍卡坦岛这款游戏的进行方式 我们从起始玩家 假设是橘色的话 由他开始 开始的时候执两颗骰子 执出来的点数 取其点数盒 点数盒为6 则6的这个板块 周围的玩家都可以生产资源 现在6的话 有这一块 砖块的资源还有石头资源 所以 砖块周围的红色玩家 与蓝色玩家都可以生产 一个砖块 蓝色玩家与 红色玩家 都各抽一个 砖块资源 那抽到的资源是隐藏资讯 是拿在手上不让人家看到的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桌上代表 蓝色玩家也要拿一个石头资源 生产完资源之后 进入交易与建筑的阶段 交易与建筑阶段结束后 就换下位玩家 进行他的回合 一样的也是先指两颗骰子 指出的骰子来决定 哪些资源可以生产 现在是换蓝色玩家 他指出了9 那9的周围就可以生产资源 因此蓝色玩家 可以拿一个砖块 这一边的话呢 是蓝色跟红色 都可以各生产一个木头 生产完资源之后 就换他的交易与建筑阶段 等他交易与建筑都结束之后 就轮到下一位玩家 游戏就依照这个模式 以瞬时针方向轮流进行 以上是游戏的 基本的游戏流程 如果这时候呢 A他丢出的是5喔 5是生资源嘛 对不对 那这时候因为 橘色玩家 他有盖一个村庄在这里 另一个村庄在这里 所以这个5呢 这个橘色就可以生出 两张的羊毛 生出两份的羊毛 所以他可以抽两张羊毛 那这个红色玩家呢 可以抽一张羊毛 如果说 今天呢 橘色他 这边盖的不是村庄 他盖出一个城市 那这时候他变成怎么生呢 因为城市的生产量是2 所以如果你产生这种状况的话 橘色喔 会抽3张羊毛 对2加1嘛 2加1 如果两个都城市 哇那2加2 就是4张羊毛 资源就会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随着这个建筑呢 越来越发达之后啊 我们升资源的速度会比较快 这城市呢 可以升两份资源 直筛的时候 如果 直出了点数7 那因为 我们在这些 数字 圆片上 并没有7这个数字 因此 直出7的意思 就代表 强盗来袭了 强盗来袭的时候 会执行几个动作 首先 要先检查 大家的手牌 手牌数量 是否有超过7张 例如 现在蓝色玩家是4张 则他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说 现在玩家 手上是 7张刚刚好 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但若这位玩家 手上有超过7张牌 举例来说 如果蓝色玩家 有9张牌 那他就要弃掉 手牌数量的一半 9张的话 除以24.5 我们用无条件舍去 所以他要弃掉4张 弃牌的话 是可以选择的 他可以从手上 选择4张牌弃掉 好 每个人都检查完 手牌数量之后 接下来就是 直出7点的玩家 可以移动强盗 举例来说 如果是蓝色玩家 直出7点 那他就可以移动强盗 移动到版图上的圆片 例如他移动到4这个位置 把这个小麦田盖住 这时候呢 他可以选择 这个圆片周围的玩家 其中一位 抽他一张牌 比如他选择 比如他选择 红色玩家 那他就可以从 红色玩家那边 随机抽取一张 支援手牌 只能选择一位 抽一张 圆片如果被强盖盖住 下次直骰的时候 他就不会生产支援 那他抽完之后呢 他可以照例 继续他接下来的动作 他可以建筑 可以交易 可以抽牌 做完他所讲座的诗之后 就轮到下一个玩家 继续进行 接下来说明游戏的建筑规则 可以建筑的东西呢 可以参考玩家帮助卡 有道路、村庄、城市和发展卡 所需花费的费用上面都有说明 我们先看道路 如果你要建道路 那你要付一个砖块 跟一个木头 如果现在是橘色玩家 他想要建道路 他就付出一个砖块 一个木头 将它放回银行 他就可以马上建筑自己的一条道路 建筑道路的规则 必须 与自己的道路相连 或是与自己的村庄相连接 因此他可以盖在这里 或者是这里 好 那我们假设他盖在这个位置 只要资源足够 他可以继续再盖一条路 好 那假设橘色玩家还想再盖 他再付出一张木头 和一张转块回银行 继续盖他的下一条路 那这条路呢 他可以依照一样的规则 盖在他任何可以盖的地方 只要资源够 你要盖多少都是可以的 再来看下一个村庄 村庄要付出的资源比较多 他付出的相对应资源 木头 砖块 小麦羊毛 四张牌 木头 砖块 小麦羊毛 一样的付给银行 付给银行之后 马上可以盖一个村庄 盖的位置必须遵循 不可与其他村庄相邻的规定 而且呢 必须跟自己的道路相连 因此他可以盖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就不行 因为跟他相连 如果他这个路是放这样子 他这里也不行 因为他跟红色也相连 村庄跟村庄之间绝对不能相邻 所以他只能盖在这个位置 下一个说明的是城市 城市建筑需要两个小麦 三颗石头 他付出相对应的资源之后 就可以将一个村庄升级成城市 城市是不能直接盖出来的 他必须透过村庄来升级 那他如果付了资源 就可以将版图上他的一个村庄拿起来 换成城市 他就完成城市的建筑 第四个是抽发展卡 发展卡付出的资源是小麦、羊毛、石头 付出之后 就从发展卡牌库抽取一张牌 抽取的牌 放在自己的桌面上 盖住放着 不要让人家知道 要注意的是 抽到的发展卡 是不能在当下马上使用的 以上就是建筑的规则 以上就是建筑的规则 现在介绍的是发展卡的使用方式 我们先来看发展卡有哪些 在基本版游戏中 发展卡总共有五种 其中三种是属于进程卡 一种是骑士卡 一种是分数卡 进程卡有三个种类 第一个叫资源垄断 还有道路建设 还有创新发明 骑士卡都是一样的 就是长这样 分数卡有五张 每一种上面都有不同名称 但是功能一样 都是代表一分 发展卡抽到的时候 事先盖放在自己的桌面上 不可以再当回合马上使用 不管你抽了几张都一样 所以你抽了很多张 还是要先放在桌面 不能使用 必须轮到下一回合 轮到你的时候 才能去使用它 好 那我们假设已经进行过一个回合了 轮到橘色玩家 我们先来说骑士卡 骑士卡呢 是唯一一张 可以让你在丢骰子之前使用的卡 你可以在直骰子之前 选择打出骑士卡 打出骑士卡的功能 是可以让你去移动强盗 将它移动到 版图上别的地方 移动强盗是必须的 你不可以让它停在原地 不论是直骰或是打卡片 移动完之后 依照强盗规则 你可以抢周围其中一位玩家的一张牌 好 那你就执行完你的骑士的动作 执行完后 你就可以来直骰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直骰之后来出这张牌 直骰前或直骰后 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好 那分数牌是不能使用 它抽到就是只能盖在桌上 代表你有一分 而且这是隐藏的分 别人并不知道它是分数卡 接下来是三张进程卡 其中 道路建设这一张 就是可以 让你马上盖两条路 如果你要使用 你就打出它 放入契牌堆 不会回去牌组 不会回抽牌堆 它会放到契牌堆 所以抽牌堆用完了就没有了 是有限量的 出了这张道路建设后 这位玩家可以马上盖两条路 依照一样的规则去建设 它的道路 两条 再来看创新发明 创新发明呢 你打出之后 也是弃掉 马上从银行领取两个资源 两个资源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下一张叫资源垄断 资源垄断你打出之后 马上说一种资源 例如你说了木头 那其他玩家 手中 所有的木头 都要交给你 如果说 他说他没有木头 那他必须展示 手牌给你检查 确实没有 好 大家都交完资源给你之后 你就继续做你的动作 好 那 这些发展卡 打出呢 会弃掉 但是只有骑士牌 是不会弃掉的 你打出的骑士卡 会一直放在你的前面 因为骑士卡 会带来其他加分效果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 就是发展卡 不论你手上有几张 你每一个回合 你都只能打一张 你就算囤了十张发展卡 你不能一次打十张 你只能打一张 你想打其他的发展卡 必须轮到下一回合 再轮到你的时候 才可以再打出下一张发展卡 以上是发展卡的使用规则 现在来讲解的是 游戏的交易规则 轮到你的回合的时候 你值完骑之后 你可以交易跟建筑 交易的时候 只有资源卡可以进行交易 发展卡是不能交易的 你交易的筹码只有资源卡 也不可以说 你等一下 游戏结束 请你吃晚饭之类的 你只能说 你想要用 什么资源 跟你换什么资源 资源不用一样 你可以说 我要用一个木头 换一颗石头 比例也可以自定 你也可以说 我要用两个木头换一个石头 因为有时候场面上的石头很稀缺 或是某一种资源很稀缺 你就必须提高你的出价 如果有人同意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交易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 交易的对象 必须是当回合玩家 举例来说 现在是蓝色的回合 那红色与橘色之间 是不能交易的 但是红色可以跟蓝色交易 橘色也可以跟蓝色交易 在交易时 你还可以用各种组合去 提高你的出价 你可以说 我要用一个木头 一个砖块 一个羊毛 去换一个小麦 这样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说 我要用这三个去换三个小麦 只要价钱谈得拢 都是可以的 这是玩家间彼此的交易 交易之后 是不可以反悔的 再来说的是特殊交易 特殊交易 特殊交易就是跟银行交易 当回合的玩家 他可以选择使用 四张相同的资源 举例来说 这位蓝色玩家 他手上有很多的木头 如果木头大家都不想要 他可以用四张木头 去换任意一个资源 要注意这四张必须相同 要注意这四张必须相同 也不可以不一样的东西组成 一样的东西四个 可以跟银行换一个任意资源 好 以现在的情形 因为蓝色玩家 他在这里 盖了一个港口 这是贸易港 因为他盖了这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在这两个位置都可以生效 它是一个贸易港 他可以让你用3比1去换 所以呢 他刚刚在换的时候 他可以改成用三张木头就可以了 或是三张石头 三张砖块 只要是三张一样的 就可以用3比1来换 不需要使用4比1 所以这个贸易港 可以让你在与银行交易产生很大的 优势 再看看这位橘色玩家 他盖了这个叫石头港 石头港呢 具有更强的优势 可以让你用2比1去换资源 但是因为他是石头港 所以他的2只能是两个石头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两张石头 去换任意资源 这是特定资源港口 每一种资源都有特定资源港口 所以抢夺港口也是一种策略的方式 你可以用贸易的策略 来让你的资源更加活用 而不会只局限在你只能有某几种资源 接下来介绍游戏的计分方式 与获胜方式 游戏的获胜方式很简单 只要你达到10分 你马上可以宣布获胜 但是必须在自己的回合达到10分 分数的计算 这个帮助卡上有 村庄可以得1分 城市可以得2分 所以以现在来看 台面上的橘色玩家有2个村庄 1个城市 所以目前看来橘色玩家有4分 但是因为他有抽到一张分数卡 即使他是5分 但是台面上宣告的是4分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加分牌 等一下会为大家再说明 接下来说明一些特殊的得分方式 特殊的得分有两种 一种是最长的道路 一种是最多的骑士 他都可以为你带来2分 那要如何去拿这两张特殊的加分牌呢 其中最多的骑士 就是如果你是第一位打出3张骑士卡 我们刚刚说 骑士卡会放在你的游戏区桌面上 所以你可以看出你打了几张 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大家打几张 第一个打出3张的 就可以拿取这一张最多的骑士 我们假设橘色玩家 已经出了3张骑士牌 他就可以拿取这一张最多骑士 但是这张牌是会被抢走的 如果有别的玩家超过了3张 他可以马上抢走你的最多骑士特殊加分牌 如果之后又再有人超越他 也可以再把他抢走 再来是最长的道路 最长的道路 必须要有5条相连接的道路 才能拿 像橘色玩家他虽然盖了很多条路 但是这些路并没有连在一起 所以他不能拿 如果当初在盖的时候 他把橘色的这个路 放在这个位置 那他将相连接总共有6条路 那他就可以拿这一张最长的道路 只要有5条路就可以拿 只要有5条路就可以拿了 就可以为你带来2分 那相同的 这张牌也是可以被抢走的 如果别的玩家 在游戏中达到了比你多的路 而且要相连 他就可以抢走这一张牌 要相连的意思是 必须要一笔画 你如果这个是有插出去的 这样他还是只算5 不算6 这样还是算5条路 不算6条路 那特殊加分呢 还有一个就是分数牌 这就是1分 拿到之后就是盖在自己桌面上 现在这个橘色玩家呢 他已经 有9分 怎么看呢 他有2分 2分 1分 1分 2分 所以总共是2 4 6 7 8 再加上呢 他刚刚有抽了一张分数卡 所以他已经9分了 如果他这回合 他选择要 买卡片 抽牌 付了资源之后 他抽出了一张 又是分数牌 那他马上达到10分 那这位玩家就可以宣告 获胜 游戏的获胜方式很多种 你可以选择一直盖村庄 或是呢 你可以多盖村庄又盖城市 充一些资源分与建筑分 或者是你很努力的打发展卡 也是可以让你抢分数 多元的获胜模式 可以让这游戏有更多变化 或是策略 让你可以 每次玩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我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就是因为他变化多 而且跟每个玩家玩的感觉 又都不一样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款游戏